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。 我们今天讲述一个关于脑残粉的故事,脑残粉。 男主高瑞夫是德里一个网吧的小老板,他从小就是超级巨星阿丽安的粉丝。 他在刚学会走路时就学会了阿丽安的舞蹈,不管阿丽安做了什么,高瑞夫都会模仿复制。 就这样高瑞夫在充斥着阿丽安的世界长大,最神奇的是,长大后的高瑞夫竟然长得和阿丽安一模一样。 高瑞夫凭借神刺阿丽安的脸和技能,在明星模仿秀节目中连连夺冠,被人们冠以小阿丽安的称号。 马上就要到阿丽安的生日了,高瑞夫决定拿比赛奖金圆自己的梦想,他要去梦买见偶像阿丽安一面。 于是他像阿丽安年轻时一样故意逃票去了梦买,并住进了阿丽安当年住的同一家旅店的同一间房,兴奋地拍下打卡照片。 可是到了见面现场他才发现,想见阿丽安的粉丝实在是太多了, 所以他只能远远地隔着高楼瞻望阿丽安。 而阿丽安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粉丝一无所知。 见面会下来后,高瑞夫在新闻里发现,某影星因为和阿丽安起了冲突, 对阿丽安出言不逊并声称要把阿丽安告上法庭。 为了把偶像解决不必要的麻烦,高瑞夫装成那个影星的粉丝去接近他, 并威胁对方给阿丽安拍下道歉视频,还将这段视频发在了互联网上。 事后,高瑞夫将威胁影星的视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阿丽安。 不料阿丽安对此十分生气并报了警,很快警察就找到了高瑞夫住的地方。 高瑞夫几经挣扎还是没能逃脱,不久后,阿丽安就来到警察局看望他。 阿丽安教育他说他这是在犯罪,可是高瑞夫不仅不思进取, 还说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阿丽安。 为了阿丽安他可以做任何事,包括杀人放火。 显然,高瑞夫因为追星已经丧失了理智,最基本的善恶是非已经无法判断。 阿丽安对他十分失望,当场开除了阿瑞夫的粉级。 警告他之后,便让警察放走了他。 这一举动刺激了高瑞夫,他被一直以来的信仰给抛弃了。 失落至极的高瑞夫回了家,他把墙上贴满的阿丽安海报一张张撕了下来, 一把火烧掉了这些过往,他决定要报复阿丽安。 一年后,阿丽安出现在伦敦的一个蜡像馆, 众人对于他的出现十分惊喜,但是他却对自己的蜡像进行了侮辱, 还殴打了上前来劝慰的保镖,现场一片混乱。 原来这个人正是高瑞夫,他假扮成阿丽安,并四处毁坏阿丽安的名声。 很快,阿丽安就收到了英国警方的逮捕令,阿丽安一看录像就知道其中的蹊跷。 但是高瑞夫实在模仿的太像,警察只要证据,这让他变无可变。 超级巨星一招落入牢狱,而罪魁祸首高瑞夫还在逍遥法外, 不久,阿丽安就暂时地被保释出来,很快他就接到了高瑞夫的示威电话, 如果阿丽安不向他道歉,他就让阿丽安的明星生涯到头。 阿丽安没有妥协,接着他去一个富豪的生日聚会进行表演, 可是高瑞夫也混进了现场,他假扮成阿丽安和富豪的女儿跳舞, 趁机卡油富豪女儿并嫁祸给阿丽安,这导致阿丽安被富豪赶了出去。 在离开的时候,阿丽安发现了高瑞夫,两人开始了激烈的追逐战, 两人一路跑到了海边,高瑞夫被追得无路可逃,最后跳下了海, 高瑞夫还是逃走了,而阿丽安的明星生涯也被他彻底破坏了, 粉丝不再卖阿丽安的账,他的节目被迫取消,剧组人员也不再愿意和他进行互动。 经过媒体的添油加速,人们对阿丽安进行了抵抗, 人们毁坏了他的海报,朝他扔臭鸡蛋。 阿丽安已然和高瑞夫所愿,被拉下了神坛,可高瑞夫还不满足, 他假扮成阿丽安进入了阿丽安的家,阿丽安的老婆一报,他就发现了不对劲, 可是高瑞夫将他们的孩子作为威胁,老婆不敢声张。 高瑞夫砸掉了阿丽安的海报和奖章,声讨阿丽安对他犯下的过错, 说自己不过是想要阿丽安的一个道歉罢了, 随后他将一年前那个奖杯作为礼物放在了阿丽安家。 阿丽安回家后看到了家中的惨像,他准备对高瑞夫进行回击, 他首先通过媒体告知观众有人在模仿他, 记者在新闻上报道如果抓住高瑞夫,他将受到严重的惩罚。 看到新闻的高瑞夫被打破了防线,他开始害怕了, 他战战兢兢地打电话给家人,却发现阿丽安已经去到他家。 原本以为高瑞夫会就此妥协,没想到他不到南墙心不死, 除非阿丽安在即将开始的模仿大秀中向他道歉, 不然他就会继续下去,显然威胁已经对他没用。 高瑞夫的母亲十分理解阿丽安,只求到时候逮捕儿子后警察不要打他。 他们给阿丽安提供了一个线索,高瑞夫有一个单相思的女孩,尼哈。 在模仿大赛开始的时候,阿丽安假扮成高瑞夫站上舞台, 和尼哈合作演了一场求爱的戏码,高瑞夫忍无可忍掏出手枪射击, 枪声响起,比赛现场一片混乱,高瑞夫因此暴露了位置, 阿丽安追着他去到天台,两人在天台上进行了精彩绝伦的打斗, 最后高瑞夫被打倒在地,阿丽安教诲他让他重新生活, 他会对高瑞夫的错误既往不咎。 可是高瑞夫已经固执到疯狂,因为阿丽安并没有向他道歉, 所以他跳下了楼,最终阿丽安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, 他的粉丝们再次为他疯狂,阿丽安看着这些为自己疯狂的粉丝, 仿佛隐隐看见了高瑞夫的身影, 所以说追星这项活动到底对不对呢? 我认为啊,生活中有一个偶像是完全可行的, 但追星不要只是痴迷于明星光鲜亮丽的生活, 而是应该学习偶像刻苦的精神, 所以说万事过犹不及, 切莫因为痴迷于一样东西而丧失了自我, 希望我们都可以以此为鉴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